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艺术体育 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 补育了或者是很多艺术家 在那儿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梦想 也有很多传世之作 所以这次我有幸 在这样一个双连展 能展出我的作品 而且是各展 我深感荣幸 也充满期待 当时参加这个展览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主要的艺术体材 就是以鹤、鹰 还有个别的猫、虎 这样的以动物、鸟类为主的 这样一个体材 大概有十几年作品 近期 也可以说是为这次展览 准备的作品 当然是以水墨为主 因为我觉得 在这样一个双连展上 我一定展现本真的我 我对艺术的观察 我的艺术感悟 和我的艺术形式 以及可能要表达 我对今天这个时代 在观物的过程中 观照自己 观察自然 感悟万物之道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能够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语气当中 展开一个艺术的交流 当然更重要的是去学习 我想今天艺术跟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 我特地带着中国的水墨画为主 参加这次展览 也想体现一个艺术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 当然在这个多元的这个背景下 我也始终想遵循着 或者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最优秀的部分 就是用水墨宣纸 用笔墨来抒发我们东方人的观察和情感 以及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关照和感悟 主题最后我还是借用了 这个禅学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词 叫观自在 为什么用这面去 我们知道禅学中观自在 是观物 观自然 观自己 第一个是要自在的观 去用自由的方式 独特的方式 去观察 去感悟这个世界 同时呢 也要向内心 通过观察自然 来反思自己 我们说 成怀观道 通过自然物的 一个观察和表现 来抒发自己 或者是 关照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情感 以及我们的存在 或者我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我特别期待我们中国跟Forensa 意大利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双年展中 去了解和学习世界各地在面向艺术科技和文化遗产 这样一个命题下 大家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益有价值的 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作为一个设计学科 同时呢 又热衷于这个艺术创作的个体来讲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也想通过这个呢 能对我们在艺术和科学和文化遗产 这样的一个学科的交融 传承之中 如何能够创造新的艺术的范式 特别是在今天 这样的一个浮躁和艺术 我个人认为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和丰富的 一个艺术的生态 同时你又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危机的一个时刻 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思考 艺术的生命力在哪 艺术的功能在哪 艺术将向何处去